随着夏日的炎炎热浪 电视屏幕上也迎来了一部备受期待的热播剧 《长相思》 由杨子和张婉毅等主演的精彩演绎 以及剧集本身的高质量 一时间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更是强势横扫各大热度榜单 然而就在《长相思》完美羡慕的时候 另一部备受瞩目的剧集《青簪行》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这部带播剧原本陷入了男主角的问题 这在业内通常被视为一种糟糕的线照 可能导致剧集的停播或者彻底的改动 然而《青簪行》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 令人惊喜地宣布将在新男主林更新接棒后 于9月中旬正式进行补拍 目前有关剧组已经开始忙碌的不仅工作 杨子也将迅速进组为期半个月左右的拍摄 这个决定对于已经有明导作证 豪华大制作的《青簪行》而言 无疑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尝试 虽然新男主林更新的知名度并不媲美当下一些顶级流量明星 但他在古装造型和演技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特别是近年来他专注于事业后 颜值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与杨子强强联手 林更新将为青簪行带来强大的竞争力 此外导演林玉芬也是古装剧中的标志性人物 他曾指导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陈希元》等爆款作品 因此在导演水准和作品质量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信誉 有他作证不仅能够保障青簪行的制作质量 还将为剧集带来更多关注和期待 因此在杨子的人气攀升和抗剧能力得到认可的情况下 青簪行的补拍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加之原班底的强大 林更新的家门以及导演林玉芬的指导 补拍后的青簪行必定将成为备受期待的佳作 保持着大的剧情框架不散 主线得以重拍后 该剧在开播时将有望成为当机的爆款之一 总的来看杨子和林更新的连妹出演 青簪行的补拍决定令人振奋不已 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强大 期待度极高 相信他将在观众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成为一部不可错过的佳作 您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与我们私信交流 杨子的表现也是备受肯定的一个亮点 他不仅仅是一位颜值与演技俱佳的演员 还拥有着不俗的流量号召力 观众们在每一次观看他的作品时 都能感受到他对角色的投入与奋献 这种专业精神让他成为了众多剧集制作方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在《长相思》中杨子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不仅演绎出了角色的复杂内心世界 还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深刻而感人的故事中 不仅如此 青森型的幕后团队同样值得期待 导演林玉芬凭借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导演经验和粉丝基础 他的家门将为剧集的质量保驾护航 此外 一众实力派配角的家门也将丰富剧情 为故事增色不少 在电视剧领域 成功的关键往往在于故事的吸引力和制作的用心 青森型不仅有了强大的演员阵容 还注入了制作方的执着与决心 这部剧注定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 备受瞩目的作品之一 值得我们期待 鱼瓶大赏